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叫我們荒芽 好多喔 荒芽 荒荒啊 年輕的時候有人叫我花生 因為我年輕的時候個子很小 我是到高中才長大 高 突然長高 以前都是被欺負的那個 是最小 最矮的 班上最小的那個 錢啦 看到錢大家都會開心的吧 開玩笑的 開玩笑的 我見到老車 少煲車 我很喜歡少煲車 不要在我面前說魚很好吃 我就是不吃 你知道嗎 現在我很有興趣 認識香港女生 香港的女生很吸引人 因為有一種魅力吧 自信 台灣的女生有時候還是比較 可愛啊 但香港女生很有組件 很有方向 感覺都很知道自己想做美 很有目標的 香港的撈麵 我很喜歡 香港的撈麵 還有叉燒 還有 還有 包仔飯 去年拍 《非分淑女》的時候 我 離開香港前 我買了一堆醬油 生抽 老抽 還有 包仔飯的醬油 還有 蝦醬 哇 我買一堆醬 因為台灣沒有 貓咪 我有養 目前是三隻 有一隻還很小 所以 我現在很想它 香港演員都很喜歡 因為我是 看香港電影長大的 就是 香港的 可能你們不知道 香港的 電視劇跟電影 九零年代開始 衝刺在台灣的任何一個地方 你打開電視有TVB 那你打開電視台 有香港的電影 24小時都在播 你三更半夜睡不著覺 你看的是香港的三集片 會有馬賽克的 因為以前有分級 那早上你可以看周星馳 下午你可以看周润發 晚上你可以看打麻將的 香港以前會有很多打麻將 其實是看香港電影長大的 我不喜歡運動 我很懶 對 因為我覺得 當然如果你演一個英雄 你演一個警察 你演一個帥哥 你就要有一個很健康的身體 可是 我多半都演一般人 所以一般人 應該不會有健重的身體吧 最小 幼稚園 我想要當超人 會飛的那種 然後後來發現 Teesing啊 怎麼會飛啊 就是比較實際一點 想要當消防隊 可以救人啊 可是後來發現火 很可怕 我覺得不要當消防隊 你會被燒 人的勇氣會越來越少 你會從以前的無知 有很多天真的想像 你可以想這個 想那個想這個 所以 其實到後來 你會被社會給 你會被社會的現實 震撼 所以你會慢慢的越來越 膽小 會越來越綁手綁腳 希望大家不要 不要被現實的壓力 給限制了你自己的可能 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你會有 passion 你累的時候 你至少知道 你可以靠你喜歡做的事情 興趣仰佛你自己 而且帶給你快樂 而且帶給你快樂